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现代双语字典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怎么样来交流 怎么样来编双语字典 我们的邻居又是怎么样 在东方的文献中间有几种文献 可以发现是吐蕃人 西藏人的主纪 藏族的主纪 怎么学习汉语的 那么这种文献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汉波 千字文 写一个吐蕃文 再写个汉字 再用吐蕃文 把汉字的读音给你准备 比方说book 写一个书 然后在书的后面 把书的读音 写个诗乌书 告诉你这样 是为了吐蕃人学习汉语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少数民族 所编写的 汉语少数民族的词汇 这是一种 那么这种 编写这种字书的 我们知道字典 中国古以有字 你怎么样安排这个字典中间的字 那是有讲究的 中国自古有很多方法 第一就是许慎的 书文写字 那是根据汉文的边旁 今天我们还有讲 根据汉文的边旁 根据笔画 这是一种 今天就是从这穿跃 那么另外呢 还有根据汉语的运步 为了做诗方便 我要找一个 跟安 押运的字 我就把所有的跟安结尾的 碳 山什么的都排在一起 那么这是一种 另外呢 还有一种 是按意义来分类的 山 水 食物 道路 房屋 这个我们叫做分类字典 这种字典 中国自古也有 尔养 古代的自然尔养 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古代 比如在编 汉语 外语 汉语 少数民族 文字字典的时候 怎么编的呢 也有不同的流汉 第一种 在这个宋代 唐以后 开始越来越多的双鱼字典 有人出世到朝鲜 然后呢 朝鲜的话 编着一个字典 就是鲜鱼类似 鲜啊 当然不是公鲜的鲜 写的是鲜 树林的鲜 朝鲜 古代的书称就叫鲜鲜 所以今天有人说鲜鲜省的鲜鲜 是来自于这个 鲜鲜类似 分类的 水 土地 跟地理有关的分一类 天 云 星 跟天有关的分一类 类似 按类分的 这个字典的相当多的部分 保存到了今天 是北宋的时候 分类字典 一共呢 现在保存的有 三百多条 一共分成 十七类 天文 树木 石令 地理 花木 鸟兽人物身体 饮食 等等 兵器 公食 安培 等等 那么另外呢 西夏人 为了学习汉语 也有跟宋对应 那么叫什么呢 现在有一部 有的没有传下了 那么现在有一部 是一九零八年 俄国人 在我们今天 这个宁夏北面的一个 黑城遗址发现 俄国人叫 科斯洛夫 现在原件 保存在 令英格 但是我们中国境内有它的硬本 叫什么呢 叫翻汉 何时 藏中 诸 那么它呢 也是一个分类的 分成天地 人 三个部分 天 包括天体 上 天下 中 比方天下 日月 星辰 黄道 四二宫 六十甲子 这个叫天下 天变下 跟天 天的变动的日子 时辰 天体的变化 就是天 地 地体上 大地 地上中 山海 河渠 地用上 地下出产了 那个用的东西 金银铜铁 珠宝 花木 果树 这个就是地用下 人 包括 人体上 各种各样的人 大臣 士兵 军臣 人 人像中 人体的各个部位 人像中 手 掌 眼睛 这是一个部位 那么另外 人事像 跟人有关的事情 什么刻头 什么射箭 那么起码 这都跟人事的一关 它用这个方法来变 这个完全保持 这是一部 我们可以讲 今天我们 所拥有的 最早的 汉语少数民族的 分类字体 那么这个 基林类似 和 这个都 和这个 凡汉和氏 掌中族 都是遵循的 尔雅的 体力 就是按类来分别 因为古时候 我们不知道 按图音的顺序 今天英语 不是按图音的顺序 古时候不知道 这原则 所以最方便的是 按类 吃饭 我就跟饭一关 去找 到了元代 又进入了一个 新的高朝 蒙古人 入府中原 到了北京 当时的 中国的南宋的使臣 到北京出访的时候 我发现 有一些人 才学会了几句蒙古话 就被拉去当翻译了 因为翻译太缺了 很容易谋生 因为 因此在燕京 有很多人 学习蒙古话 学习少说民族语 这是第一点 后来 在元朝的中央政府 还设立 这个蒙古的国字学 叫蒙古语 把 这个 蒙古语自己 成吉思汗才开始 创造蒙古文 所以他没有自己的经历 密史他也不给别人看 人朝密史 那怎么办呢 他把汉文的很多 重要的文献 真观真要 把孝经 都把它翻成了蒙古文 让蒙古的贵族弟子 来缺席 这个 在元代 我们讲过 社会是分层的 蒙古人居于第一位 舍墓人居于第二位 舍墓人中 最重要的就是 回回 回回人 回回人 同用多次语 所以 元代 在 北京 也设立 回回国字学 元朝的中央 地方各级政府 都有回回 意识 比如说 汉族官僚 的文件 翻成波斯文 让回回人能够看得 然后回回人 提议 写的东西 翻成汉文 让汉族官僚能够看得 回回意识 那么 这是元代的第二件事 元代 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元朝 统一了宋 统一了辽经 是不是 经 究竟谁是正统呢 每一个王朝都要替 前代来修 修史 所以元朝既修了宋史 也修了辽史 也修了经史 宋史都是汉文 文件都是汉文 不愁大家不懂 但是辽史经史 辽代的那些官案 那些行政制度 都是汽单文 经代的那些 同样的术语 都是女真语 大家怎么能懂呢 因此在辽史和金史的后面 都有一部分 辽史余节 精史余节 把精史中间 女真人的话 写出来 对应 最后 蒙古人到了江南以后 打下了门数 以后呢 这个社会上的人 插颗大魂 讲笑话 都喜欢 中间插两句 蒙古语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照相机里的 飞铃没有了 我要去买个飞铃 飞铃什么呢 胶片 我肚子饿了 我要到超市买一块 去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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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okie 点心 这个我很渴 天气很热 我要吃一个冰淇淋 淇淋什么呢 cream 奶油 奶油错的 冰的冰奶油 当时也像这样的环境 当时人讲话中间 故意加了 亚量的蒙古语 但是很多人不懂 所以有人就编 蒙文和汉文对照的字体 把这个话中间 这话怎么说 帮助人家 互相理解 这就是原本的 到了明朝 蒙古人就被推翻了 朱元璋做了天下 明朝政府 在一开始在南京 后来在北京 建立了一个机构 叫做四语管 翻成汉语 就是个亚洲研究院 专门教 各种各样周边民族的语言 这个 女真语 蒙古语 维吾尔语 回回语 就是波斯语 西藩语 就是藏文 缅甸语 仙罗语 等等 一开始教八种 后来教十种 那么这些 四语管的文献 今天有很多 不广流道 当代 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的人怎么学外语 一早 要到学校报道 报道干什么呢 要背外国 外语单词 另外呢 要学习 汉文翻外文 另外呢 还要学习 外国语翻成汉文 每十天休息一次 有病还要请假 如果你三年考试 通过了 达到了初级水平 给他给你助学金 就是 给你饭吃 看三年考试不过 你就得补修 再考不过 就把你除名了 考过以后就能做官了 三年为一期 到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 再考过了 助学金等级又提高一点 最后九年以后 再考过 以后你就做一字官 翻译官 翻译官什么 替政府 外交部门做事 可以拿到八评官 七评官 那你就进入官场 学习是艰苦的 但是前途也是光明 所以很多达官贵人 千方百计的 这太好了 我的孩子将来参加科举 也没本事 读书不是个料子 他送到私议馆里去念书 算了 很多人走路子送去 送去以后 明朝政府发现效果的 这些大官贵人的弟子 考科举考不上 考外语更是一窍不通 国家花了很多钱培养 培养不出来 怎么办呢 国家又继续要翻译 怎么办呢 想办法 发现 私议馆的老师的弟子 这是事业弟子 世代的事 事业弟子 继承父母 今天最有 最有前途 因为他们在家里 耳闻目睹 知道父亲 兄弟怎么学这个东西 所以就规定了 事业弟子 作为最优先的选择 后来 市医馆的官员 都是事业弟子的孩子 最多 这是当时 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 世世代代 都是这些事业弟子 他们很少 有的官启们来学外语 不像今天有 词带 有外语的广播 还请外籍的教师 他们的外语 逐渐逐渐逐渐 变成了中国式的外语 南京邦的外语 甚至 指挥外语的词汇 然后他们组织的句子 都是中国式的句子 中国式的外语 变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外语 那么 这个外语事业 就传不下去了 所以到了清朝中期 这样的外语学校 逐渐被新式的 外语学校 都取代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 翻译事业 在中国 生存了很长时间 编这种 两种语言的 对照的字典 不但我们中国在编 我们东陵朝鲜院 向我们学习 我们中国有个四议馆 朝鲜 有个明朝 以后朝鲜有个 司议院 司司令部的司 翻译的意 就掌管翻译的 一个乐 也就周边民族的语言 哪些呢 汉文 女真文 日文 蒙古文 女真文后来变成了 满文 随着清朝 建立以后 照样教着基督人 他们也编 各种双语的字典 我们讲 双语的字典在亚洲早就开始 另外在遥远的西方 几年前 在叙利亚 发现了一部 字典 六种语言 以阿拉伯语为中心 阿拉伯 希腊文 阿拉伯 亚美尼亚文 阿拉伯 波斯文 阿拉伯 蒙古文 阿拉伯 突厥语 还有阿拉伯 阿拉伯本身 六种语言 的字典 那么中间呢 蒙古语 和突厥语 都是用阿拉伯字母 拼出来的 这个有一点像我们 一切精英译 用汉字写的蒙古语 是一样 它只不过用他们的 语言来教 那么最后我们要问一下 在当代 如果两个 民族的人 比方说 我不会讲 我碰到高临 碰到韩国人 我先用英语试一下 我碰到一个 纳丁美洲人 我也用英语试一下 如果实在不行 我会一点 不到压力 我再试试看 那么也就是说 在全世界 所有的外语中间 第一外语 基本上是英语 古代呢 古代两个民族 翻译官碰到一起 怎么样试一试呢 哪种外语最重要呢 我们现在发现 第一 在东亚的范围内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流行 在这个范围内 基本上不需要 大家是比探 青年贵根几何 可能日本人写 二十九 当然他不会说二十九 不要那么比探 一直到清代都是这样 所以不需要 当然朝鲜 也有培养汉语口译的 这是第一 超过了东亚范围以外 我们发现西班人 女真人 她们虽然创造文字 像朝鲜人日本人一样 她们用汉字的脸庞在创造 也就是她们仍然是 虽然有自己的文字 但是她们的文字和汉字 是有联系的 她们也有很多懂汉文的人 因此呢 我们可以设计 即使她们不懂汉文 她们也能找到汉语翻译 是不是 这是第二 再往西 到了新疆 到了多年体中央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 叫伊斯兰文化圈 在这个文化圈中间 最重要的语言 是阿拉伯语和波斯 其中波斯语 是伊斯兰世界东部最重要的语言 阿拉伯语是伊斯兰世界西部最重要的语言 但是波斯语世界 伊朗有很多人会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有人会波斯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世界 就是渡过了地中海 到达了欧洲 那么最重要的学术语言 是拉丁文 一直到清代 中国和俄国谈判 签订弥补处条约的时候 翻译就是传教士 用拉丁文翻译 中国并没有人会和语 也就是拉丁文 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 是第一交流语 从地中海到中国边疆 是波斯语 再向西是阿拉伯语 然后在中国新疆 边疆以东 东亚地区 是汉语 那么中国政府 官方 怎么办呢 是把波斯语 当作第一 学术教理的 就像我们今天 中国的史诚出去的时候 今天说英语 当时首先就是 波斯语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找到了很多的证据 第一 与郑和远合的事 郑和的翻译全都是 波斯语 对波斯语 没有人会和 明朝的史诚 到了埃及 知道了尼罗河 他连记下来尼罗河的名字 叫卢蒂尼勒 卢山的卢 墓地的地 尼巴的尼 雷宁格勒勒 卢蒂尼勒 就是尼罗河 The river of Nile 尼罗河 就是波斯文的名字 也就是即使中国的史诚 访问埃及 用的也是波斯 郑和 永乐七年 191409年 曾经在西兰 领了一块碑 像西兰的那个寺院 布施 捐钱 捐物 这个碑三种文字 波斯文 汉文 和印度的特别 也就是波斯文是 这颗舰队的 非常重要的 最后 葡萄牙人 到远东 到中国来 明朝 把他们计为 富朗基人 佛教的佛 儿郎的郎 机器的机 葡萄牙的大炮 叫富朗基大炮 为什么葡萄牙人 要叫富朗基人 因为 波斯文 阿拉伯文 把欧洲人 都叫富朗基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当时的欧洲 殖民者到远东来 没有人懂得 他们的预言 他们只得借助 在当时东南亚的 会波斯语的人 和明朝沟通 我们确实发现 帮助明朝 和葡萄牙人 沟通的 就是一个当地的 东南亚的 一个伊斯兰教徒 他的名字叫阿三 阿桑 那么这一点 证明什么呢 证明在 中国时代的后期 中国人怎么样 利用外语 和西方人沟通呢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看你跟中国的遥远 程度 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各位 当不打着 谢谢